有没有同款的人就爱这食材在砂锅里面沸腾的味道 日式豆腐包每次去外面吃饭必点的菜式之一 快看这日式豆腐吸满猪肉虾的香味真的巨嫩巨鲜 买回来的日式豆腐给它改刀切小段 来两勺生粉 给它轻轻地摇匀 像这样薄薄地沾上一层粉即可 油热把豆腐一个一个放进锅里 炸到豆腐两面都金黄金黄即可捞出备用 配菜有虾仁香菇丝生抽蚝油生粉腌制好的猪肉片 锅内留底油加入虾仁香菇丝一起爆炒 炒出香味后即可推到一边加入猪肉片继续炒 这时候加入蒜末继续翻炒 炒匀炒香后先盛出盘里备用 取出砂锅加入炸好的日式豆腐 加入炒香的香菇虾仁猪肉片 来一大圈蚝油 加入少许鸡粉 少许盐 淋上小半碗水 盖上盖子中小火煮五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撒上辣椒丝 撒上芹菜段 太香了 日式豆腐包 吸满猪肉虾的香味外酥里嫩 一口一个太满足了 学会了吗 学会了赶紧去试试做起来